如果真有国民党地方派系大佬 去看赖清德的肠子 到了那一天 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你们跟赖清德之间也有沟通管道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朱立伦 侯友迪跟国民党重要的干部 几位重要的干部 终于南下见到了张龙卫 新闻形容华庄有成 派系归位 但是事实上就我所知 这不叫华庄有成 这也不叫派系归位 就是说张龙卫也好 谢点灵也好 还有其他人 现在对于郭台铭来讲 只剩下情义没有这个责任 所谓情义跟责任 那责任就是说一组人马挑战 挑战 回过投资 朱立伦现在整合是因为郭科配配不成 这些地方派系原先永波的目标已经消失了 但是那你说 罚庄有成则未必 因为郭台铭的联署必须要透过这一些地方派系情义相挺 否则以他个人的能量是没有办法进行联署的 换句话说 郭台铭最多只能设800个工作站 那其他的工作站 就是由阿卫 云林阿卫帮他处理 就是张龙卫 张龙卫还有萧家班 还有周家班 屏东的周家班等这些人帮他处理 这个时候 朱立伦带着侯友仪 跟张龙卫见了一面 在他家里吃午餐 各位好 不要小看的午餐 各位要理解到 张龙卫招待的最高规格 就是到他小木屋吃饭 而不是在他家里吃饭 那个才是家里人 那在家里吃饭都是客套 就是说我郭科 郭科配的目标既然已经消失 我回过头来 我还是接受了国民党 但是接受了国民党 那国民党要付出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没有人晓得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说 你派系能够归位吗 很难 你尤其是三角都 三角都你绝对选不赢 不要说四角都了 除非是奇迹出现 除非是选前发生重大事件 否则的话 张龙卫他们也预判到 非力阵营不会赢 非力阵营不会赢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我就是多多益善 结交党派都都益善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其中的部分国民党地方派系也会转向 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 就我所知这个转向已经出来了 这个指标转向已经出来了 其他地方不用讲 南投指标的意向已经出来了 就是说南投因为在台风受风灾 好重创 南投县议长直接告诉县长许说话 不妨对上面第一个投让物资援助能够马上进来 就是换句话说 我要上面蔡英文的赌注 马上建设南投 这个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本来民进党在地方 若如算是在地方 好算是在地方 民进党认为他可能掉了实习 那几个地方 我最近发现非常奇怪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强势 就是显然 他们在地方也到了派系的支持 就是换句话说 这些派系 我首要目标达不成 我次要目标也达不到的时候 我总要生存吧 我跟民进党硬杠到底 好 我只要政党轮替 我就能够抓到很多东西 可是我现在看你们非绿阵 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 我要回过头去跟民进党合作 这件事情在嘉义 在南投 在其他地方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建了一个张龙卫 就是法庄有成 派系归位吗 未必见得 未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真有国民党地方派系 大佬 去看赖清德的场子 到了那一天 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你们跟赖清德之间也有沟通管道 那事实上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这些地方派系 对于国民党疏离 然后各位去看 柯文哲的民调为什么支持洛 就是郭柯配配不成了以后就开始民调支持洛 洛的跟侯友迪差不多 那换句话说 我们不能够从一顿饭 一顿午餐 说 法庄有成 派系归位 我想这是国民党 是在搞自我安慰而已 所以我们不必期待 这些地方派系 未来他会跟哪一边合作 西瓜效应反正已经出来了 大家就等着看好了